住家附近我们知道如果长期停放一台搜水车该怎么办呢 这是在这个台北市东区的延吉街 就有民众抱怨说 有一台搜水车每天每天都停在自己家里的门口 真的是臭气逼人 而且检举好多次了 环保局他们竟然说搜水车不是固定的臭意园 所以无法可怪 经过这条巷子 不分男女老少赶紧捏住鼻子 卡中条 先生每次经过这边是都很臭 对啊每次都很臭 在台北市延吉街的巷弄内 我们竟然发现了有3.5吨重的货卡 而且这上面这一桶又一桶蓝色的桶子 竟然里面都是装着搜水 味道相当难闻 觉得有身受期啊 因为很臭 没办法不然怎么办 我叫我们搬家 我们用逼切 逼切来牵摩车 所以说只要经过那边都很臭 对啊你看看嘛 你经过看看会不会臭嘛 现在还不到很热有没有 这样啊 如果的话夏天更臭 对对对 真的很夸张 这台货卡上面可是有1234567890 整整10桶搜水 多次被检举环保局却认为搜水车是可移动的车子 不是固定臭味源 所以无法客观 如果没有法的问题的话 应该也不是老百姓要受罪嘛 你看你这个味道很难闻嘛 对啊 我们住在附近深受其害 找不到法则 民众怨声载道 这台搜水车已经在这社区存在20年 臭模模 在每平平均80万的北市延吉街 成为最大对比 就是李世健的家里台北 参观报道